如图所示,物理重W,摩扎系数3分之4,以斜下方的外力F,问你,预推动这个所需的力最小为多少? 就是F推的力最小是多少?我F去推它,那怎么知道它最大最小为什么?我这是手的推力嘛。 那这个推力是不定的,也没有一个体现,所以从基本的这个推力的特性,我们是没办法解除它要的答案。 那怎么办?依照这里物体的动力现象,这个物体做什么力,要怎么去动的时候,情况是怎么样? 好,那这物体做哪些力?这物体做哪些力? 正向力。 好,你看一讲正向力我就不得了,对,超矩力先讲,对不对?好,超矩力先讲,讲完以后,接下来讲什么力?接触力,那接触力要怎么讲? 建议你,像这个F,先讲这个F,因为这个F就是纯粹接触压的力嘛,但是你也要讲就是有这个力嘛。 接下来,再来讲什么?彼此间接触的有可能有摩擦的那个正向力和摩擦力。 好,所以讲到这里了,你讲到这个当前,我宗盖老师给你的一个建议哦,听清楚哦,你要分析所有力列出来的时候,先讲什么力? 两根习惯,超矩力。 然后其他超矩力想完之后,接下来就是什么?一定要跟它有接触的。 没有接触,没有,我手推这个桌子,桌子在碰你,你不能说是我的手直接推你。 懂为什么?当然是桌子会推你,是因为我造成的,可是不能说是,手推的力直接是这样。 好,所以你要超矩力玩接触力,而且在讲的时候,接触力在分析的时候,一定要把什么摩擦力。 摩擦力,尤其是什么?进摩擦。为什么?为什么?就像同学分析,盖子放在桌上,对不对? 因为你进摩擦力,有没有,或者方向往哪边,一定要看它怎么样?企图欲往哪边动吗?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物体企图欲往哪边动?是不是受其他所有的利益以后? 受其他利益以后,结果它企图往前,你这时候摩擦力才会做什么?往后。 所以我跟你讲,这个要点真的是独家秘方,祖传给你的,没有人传的。 所以别人不会这么教的。 你爸爸传给你的? 可是我有点悲哀,干爹。 我刚刚讲这句话的时候,一直犹豫要不要讲出来,你知道吗? 对,对,对,对。 超级力想完,接触力,接触力,摩擦力,尤其是性摩擦力,最后想。 养成这个习惯,也许有些情况很简单,但是也许有些很难的时候,你就不会被考到。 OK? 好,重力,水力,还有呢? 这个物体跟这个地面的,是不是正向力? 但是要注意,物体跟地面除了正向力,还有怎么样? 这个地面有没有说光滑的? 没有,所以还会有可能有什么? 正摩擦力,诶,正摩擦力,知道它是什么?还没有动的话,是不是正摩擦? 然后往哪边?诶,从这样,从这些地,你判断它会运往哪边动? 这个往右,这边会运往右,企图往右,所以它的正摩擦力,向左。 OK?好,所以,这些力,全部列出来的,我把它用什么方法? 要算力的,你可以用向量处理吧,你可以画图嘛,我这里用向量处理。 好,重力,来,平移,然后呢?正向力,然后呢?这个摩擦力在这边,然后呢?是不是这个F的力? 注意一下,你要会平移哦,要移到大家屁股对屁股哦,头在外面这样子哦。 好,一,二,三,四,四个力。 然后接下来呢?这个是细达这样,跟水平夹细达,所以F跟这个水平是夹细达的。 然后我把这F 分解成,角度0边是,是不是?cos。 OK?那角度对边是,是不是?s。 所以我这个F,这个F已经分解成cos 跟s 了哦,已经分解掉了哦。 所以总共就变成是什么?你从这里面,你的千字方向,千字方向就有谁? 千字方向就有谁?是不是?w,快等位,是不是?n, 对不起,n,n,快等位,w加f,是啥? 你会在列四子的时候,就要慢慢去检查,他有给你w,有给你角度,所以你n跟f是位置的。 列四子除了物理观念以外,接下来就是,你要解的问题,要看他给你几支条件还是位置条件? 还是位置条件?还是带球的?水平用谁?水平用谁? 是不是?我的,你要推动,注意一下他要推动,是不是有就是fcos 跟fs 所以你要推动,他怎么样才会推动?水平方向要推动,要怎么推动? 是不是fcos 系列大于,大于什么?最大净摩擦。 是不是要最大净摩擦?这时候你有用到最大净摩擦,就可以用什么? 这μsm,所以这里又可以写成fcos 系列大于什么? 这μsm,没有讲到最大了吗?要大于这个,就会推动了吗? 好,来。你要除的是什么?这两个式子? 两个式子,几个位置数?哪两个? n 跟f,可不可以写出来?可以,通常除非这两个是两个式子,对不对? 完全对等的式子,没有这两个式子可以写出来。好,怎么写?你要写是不是f? 那怎么办?所以n 等于这个,所以第一次带入二,fcos 系列大于μsn, 但是n 从这里带进来,所以就等,w加上 fs 系列。 好,再把μs,其实你可以在这边就带进去也可以,老师,最后再带进来, 这fs 就等了什么?这μs 是等什么? μs 是不是我们的四分之三?好,然后4再移过去,3再乘进去, 然后再把f移过去,剩下就数学了,因为我刚才讲的,两个式子,两个位置, 你只是在解链力的带了嘛,对不对?带过来,所以你就知道, 你的f 会大于整个这样,ok?好,这样有没有问题?